皆さん,Happy New Year! 今天看的房子步行至冬极多摩川县的石口渡站6分钟 车站附近有超级有名的安芳和石口渡商店街 物件的附近走路3分钟有个24小时营业的大超市 步行1分钟就有一个药店 步行5分钟有个小学校 总体来说生活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公寓建成于1994年 是一个三面采光的二楼脚步屋 三室一厅的格局 专有面积为51.3平米 阳台10.05平米 这个计算方式不含公摊 售价为3699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232万 每月的修管费用在1500元左右 下面呢咱们就去看看这个房子 房子整高五层 现在不是都流行着看看啥样的环境开啥车吗 我们也过来看看啊 有奔驰 大众 这个不认识 另一边是放自行车的地方 出来车库啊 另外一面进入房子 进二道门市感应钥匙 门口的蝴蝶兰放的挺有意境 房子虽然是94年 但是修缮打理的很干净 一进门的右手边是个镜子 我们的小哥入化了 请大家对他留言下手轻一点 镜子后面是可以放鞋子的 而且鞋子是被隐藏的 左手边是卫生间 如果你肠胃不好呢 经常冲向家里赶得上厕所 那这个房子的布局就很适合你了 马桶顶部有换气设备 不用担心散位的问题 看完卫生间再往里走 右手边是第一个卧室 其实卧室只是一个统称啊 这个房间可以有很多别的用途 你也可以把它打造成游戏室 自习室 实验室 凡尔赛室 这个房子的一面是可以去其中一个阳台的 另外一面还有个推拉门 推拉门的后面是什么呢 先三连一波 一会儿告诉你 卧室一的对面是盥洗室和浴室 左侧用来放置洗衣机 右面是洗手台 与盥洗室相连着浴室 我要吐槽一下这个浴室有点小啊 浴缸还放得很大 实际给领域的空间就很有限了 预示出来这个中间的一块空间 严格意义上应该叫餐厅 叫客厅感觉有点勉强 一面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可以做饭 其他的空间放个餐桌 可能就没什么了 右侧就是刚才的卧室推拉门了 厨房操作台的旁边可以放冰箱 可抽出是水龙头 老朋友啊 三段式分离的下水装置 洗碗机 烤箱 噶丝炉 热水甚至面板 抽油烟机都有 厨房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这是第二个卧室 房间相对敞亮 有一个比较宽的衣柜 这个房间直通另一个阳台 左手边就是刚才说的要点 阳台又长又大 可以满足多种使用需求 这个避难板地上有一块 上面也有 遇到火灾地震险情等等 就可以直接通过打开避难板 变成梯子 移动到安全的地方 这是第三个卧室 里面还有个小柜 这个房子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买入后租出去 如果自己家庭常住呢 有可能会稍显拥挤 这个卧室出去是另外一个阳台 可以看到一些隔壁邻居的建造房屋风格 好 那今天的多磨川小三室就看完了 优点是270度角屋 生活设施齐全 价格便宜 缺点是楼层不太高 客厅和厨房比较小 不太适合喜欢做饭 或者经常使用公共空间的人 最后这个视频可能是2020年我的最后一根了 提前祝大家元旦快乐 明年见